湖南山洞惊献神秘白衣女子 自称不吃不喝已经23天 口中还一直发出断断续续的呼救声 直接把放牛的村民吓得魂飞魄散 在确定白衣女子真的是人非鬼之后 老汉终于愿意伸出援手 那么这位神秘女子 为何会孤身出现在山洞呢 她真的不吃不喝坚持了23天吗 这23天里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2009年的一天傍晚 湖南省春中市的志冲村吹烟鸟鸟 村民范大爷看着时间到了 可是自家的牛却少了一只 于是就着急忙慌的上山去找牛 可是把以前长去的地方都转了个遍 却连牛的影子都没见 范大爷心里着急又往偏僻的地方找了找 没想到刚走到一处空地上 她就模模糊糊的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起初范大爷还没放在心上 但是越往里走这种声音就越清晰 这就让她不得不多想了 毕竟老人们常说在荒山隐岭 是最容易碰见脏东西了 范大爷虽然心里害怕 也挠补了一些恐怖的画面 可还是挡不住好奇的心理 小心翼的上前查看情况 只见前面的断崖和乱尸 陡然多了起来 怎么看都是人气罕至的地方 范大爷忍不住想自己丢的那头牛 该不会是被山野精怪 给抓到这里来了吧 这么一想她倒是有了冲劲 毕竟一头牛对范大一家的收入影响很大 她一定要活要见牛死要见尸 随着她越来越往前走 范大爷发现空地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隐秘的大洞 她之前听到的声音 好像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如今走近了听得也更清楚了 好像是一个女人的求救声 范大爷看着已经擦黑了的天空 和耳边断断续续的求救 心里不免感到有些毛毛的 甚至想要转头救走 毕竟太多的恐怖片中 都有类似的情节 可又一想到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万一山洞里边真的是有人被困了呢 范大爷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 还是决定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就在她颤颤巍巍走到山洞边低头往下看时 里面的景象直接把范大爷吓得汗毛直立 只见山洞中出现一个白衣女子 面色苍白气息虚弱 嘴里还一直呻吟着救救我 这简直和传说中的女鬼没什么两样 范大爷直接掉头就跑 一路连头也不敢回磕磕绊地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范大爷终于慢慢冷静了下来 在一回想刚刚的经历 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特别是她听到的那一阵求救声 给人的感觉也太真实了 或许那个山洞里的女人是真实存在的 万一她真的被困在山洞里了呢 可是再怎么想范大爷也没胆子再上山一趟 于是她辗转难眠了一晚上 最终还是决定先报警查看情况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也十分重视 于是就立即和范大爷一起前往山洞所在处 毕竟他们可不相信 山里的金怪一说 如果真有一位女子在山洞中求救 那逼人是遇到了什么意外 但是范大爷对于头一晚的遭遇心有余计 怎么说也不肯再次上山 只把具体的位置告诉警察 于是警方就根据范大爷给出的线索 湖南女子意外跌入山洞 却在里面不吃不喝坚持了23天 那么这23天里 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一路观察山上的情况 终于找到了范大爷口中的哪个山洞 而洞中的情况 让警方也着急不已 因为确确实实有个白衣女子被困 并且她的状况十分不好 奄奄一息 身上的创伤也没有得到处理 甚至已经无法清醒地回应警方的喊话 只是呆愣地看着上面的人 看来必须立即开展救援行动 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却不简单 因为这个山洞很深足足有12米 而洞口却狭窄仅有2米宽 救援人员下去得十分困难 能运用的工具也只是梯子和绳索 好在最后女子被成功救出 不过她的情况却比救援人员预计的更不好 身上的创伤大部分都已经溃烂了 离得近了就能闻到一股恶臭味 救援人员一刻也不敢耽搁 立即把女子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在经过一番诊之后 女子的情况让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她不仅肋骨骨折肺部还有挫伤 伤口溃烂还有长时间脱水的问题 可以说身体健康状况不容恶观 医生甚至觉得她能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警方在得知女子没有生命危险后 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就是这位受困女子的身份 第二就是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毕竟当时女子的精神状态很不对劲 好像被困在山洞中折磨了很久 这到底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蓄意为之呢 后来在女子恢复神之后警方来了解情况 原来这位女子名叫十四春 正是附近的支冲村的村民 她还告诉警察 自己掉进山洞已经23天了 但是对于这个说法 警方和医生都不太相信 毕竟山洞里没吃没喝的 一个普通人还受了伤 怎么可能坚持23天还好好的呢 要知道七天不吃不喝 都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 警方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隐情 因为他们这一阵子 也没接到人口失踪的报警 这要是一个正常人 莫名其妙失踪20多天 家人怎么可能会注意不到了 于是他们就到支冲村走访调查 这个村里的人口不多 警方稍作打听 就了解到了一些信息 原来十四春在农贤时 会去当地的鞭炮作坊上班 但是从当月18号就没再来过 起初工人还以为他家有什么事 但是没过几天 十四春的大儿子就找到他们 说十四春不会再来这里上班了 据说是他和他老公吵了架 他老公告诉孩子十四春出去打工了 这就让警方更怀疑了 十四春明明是掉落山洞 为何他丈夫偏要说他出去打工了呢 难不成这里面有什么阴谋 于是警方就来到了十四春的家 他们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几乎可以用家图四壁来形容 但是当警方询问十四春的丈夫范桂冰时 他却觉得自己十分冤枉 范桂冰解释18号那天 他确实和妻子吵了架 因为十四春无故矿工 家里又穷的挤不开锅 两人就要不要外出打工越吵越厉害 后来十四春就夺门而出了 从那以后范桂冰就没再见过他 等到晚上还不见人他就出去找 一连几天却都没什么消息 湖南农妇不慎掉入山洞 不知不合23天终于获救 那么这23天里 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他还被十四春的娘家人骂了一顿 后来范桂冰就觉得妻子应该是外出打工了 于是就放下了寻找 谁也没想到 原本只是想上山散心的十四春 一不小心就掉入山洞里了 而且还被摔出了一身伤 直接昏迷了 结果醒来之后一只求救却没回应 他也曾尝试自己攀爬上去 但实必太逗笑都以失败告终 还多摔了几次 后来十四春都快要绝望了 但是突然下了一场雨 让他喝饱了肚子 想着自己的家庭与孩子 十四春生起了浓厚的求生意念 晚上就用在山洞里找到的破烂尼龙带保暖 就连睡着都无意识地喊着母亲和孩子 正是这种想念和牵挂 让十四春在山洞里坚持了23天 终于等到了曙光被救了上来 并且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顺利出院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